出租屋内惊陷死亡三天的男人 是他杀还是自杀 那我们肯定第一怀疑对象就是这个什么 我们领阵的话认识一个半月吧 杀人背后揭示出一段什么样的爱恨情仇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爱恨深渊 2017年4月18号 在江音市一个车库出租房内 发现了一具尸体 经法医鉴定 死者已经死亡三天了 从尸体的状况看 明显是他杀 死者是一名23岁的潘姓男子 江音市本地人 有一份正式的工作 那他为什么会死在一个租住的车库里呢 据了解 这个车库是一个女孩子长期租住的 潘姓男子的家人也反映说 这个女孩子就是潘某曾经的女朋友 因为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什么关系 因为这个被害人家属反应呢 就是跟这个协议人沈某他们已经不在一起了 案发以后 法医仔细地检查了现场和尸体 很奇怪 这个死者死亡的时候 好像没有多少挣扎的痕迹 这说明当时潘某已经昏迷了 至少是在意识不清醒的状态下被害的 潘某的父母说 租房的女孩跟潘某啊 以前是男女朋友 现在呢已经不在一起了 那这潘某怎么会死在这女孩的住处呢 潘某跟那女孩到底什么关系啊 所以警方觉得最大的嫌疑人 现在就是这个女孩 女孩姓沈 就在潘某死亡的第二天早晨 沈某乘坐飞机去了成都 这是一个巧合 还是预谋呢 这让警方觉得很不寻常 毕竟是住在这个 在沈某的车库里发生 住在车库里发生的事情 而且他们之前也是男女朋友关系 那我们肯定第一怀疑对象 就是这个沈某 发现尸体的第二天 警方就在昆明找到了沈某 沈某对杀害潘某的事实 共认不讳 19号下午6点钟左右 在昆明把这个犯罪协认沈某给抓获 抓获之后呢 简单问了一下 沈某也立刻就成为了 他把这个潘某杀死的过程 因为他对于自己的行为 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回避 不管是原来在公安的时候 还是在我们审查起诉阶段 我们去提审他的时候 他讲的都是非常清楚的 这案子看上去特别简单 发现了尸体 找到了凶手 凶手也认了 这破案速度非常快 而且顺利啊 但警方和检察院都觉得 案子到了这儿 远远没有结束 有很多疑团还没解开呢 沈某和潘某 他们什么关系啊 沈某为什么要杀人呢 真没想到 经过审问 还真是牵扯出了复杂 而又令人唏嘘的情节 沈某说了 说我跟潘某啊 不是什么男女朋友 我们早就是夫妻了 我杀潘某 是因为我很恨潘某的父母 因为这个故意杀人案件 就是说看起来不复杂 就是说他这个杀人的过程啊 事实证据不复杂 但这个案件当中确实 有不少就是说 值得反思在这个地方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 它的发生和结果 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事情还得从沈某和潘某的相识说起 沈某说他和潘某是在2016年5月 通过手机软件认识的 通过微信附近人 就是一起去那个吃了一次火锅之后 然后他追的我 沈某说潘某很黏他 一有时间就一定是和他在一起 一个半月后两人就闪昏了 沈某说他们这么快领证 除了因为感情好 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 沈某比潘某大两岁 可是在他19岁时 曾经有过一段世事婚姻 和一个比自己大九岁的男人 有过一个孩子 沈某说年幼无知的冲动 让他非常懊悔 那你第一次婚姻 你觉得后悔吗 后来 挺后悔 这段往事已经过去四年了 沈某并没有准备对潘某隐瞒 我说你能接受就接受 接受不了就算了 然后他说他可以接受 沈某说 也正因为潘某这样的态度 沈某觉得潘某是个有承担 可以依靠的男人 因为他给我的感觉 挺可靠的 因为我在我二十二岁 就跟我老爸分开了 然后我到了二十六岁 隔了四年 然后我才选择去跟他领结婚证 沈某觉得 他们二人是经过慎重考虑 才决定结婚的 不过领结婚证这件事 两人却隐瞒了双方的父母 只告诉了关系比较好的 同事和朋友 那么结婚这么大的事 他们为什么要瞒着父母呢 因为我老妈就嫌他小嘛 然后工资也不高嘛 沈某的父母并不同意 沈某和潘某交往 而一开始潘某的父母 对沈某的印象还是不错的 第一次见到父母 给他母亲买了个四五千块钱 一个吊坠嘛 他母亲蛮开心的 他说儿子找了个女朋友 长得又漂亮 然后他说工资也蛮有钱的 蛮开心的 然后他父母就是 也就是催着我们双方父母要见面 就是商量结婚的事情嘛 但是潘某觉得 一旦要提到结婚 父母对沈某的过去一定不能接受 两人达成一致 瞒着父母领了结婚证 是谁提出来要结婚的呢 我们双方都考虑过 他那时候说生个孩子 然后我说不要 我说万一导致最后 又跟我儿子那样的结局 我说我们两个又完了 又害了一个孩子 然后就两个人就决定去领结婚证了 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沈某就觉得自己有个教训了 这一次我是经过考虑的 我选了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 你看他也不计较我的过去 能全盘接受我的从前 这不挺好吗 两个人都是考虑好了 要决定结婚的 潘某也说他不后悔 那沈某自然也就不后悔 可是认识一个月就闪婚 这能叫深思熟虑吗 瞒着父母偷偷结婚的事 当然这是你们的权利 但这事本身他瞒不了太久啊 你看没过多久 沈某的过去就被他自己给说出来了 领结婚证以后 潘某就住在了沈某的住处 可能这个男的呢 他的条件 就是工资收入不是特别好 这个沈某相对而言 他赚的要多一点 他平时呢 当然感情上面 他也非常喜欢这个男的 平时的吃喝用度 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一块的来源 主要就是这个女的在那支付 是商量好反正是你 也没有商量好吧 反正他因为他拿不出钱 他一个月就两千 然后他还信用卡 然后就我 就每次都是我去帮我来的 虽然两人的生活费用 由沈某承担 但那时的沈某并没有什么怨言 到八月份 双方父母还一起吃了顿饭 然后他父母是什么态度 他父母的话 反正就是他喜欢的 然后他父母都能接受嘛 本来事情发展得不错 可是沈某心里对潘某一直不对 父母说明实情的做法 很不能接受 一直没有跟他父母讲 因为他害怕 然后他想等我有了孩子之后 再去跟他父母讲 他挺怕他父母的 潘某是家中独子 从双方父母见面后 潘某的父母就开始催着两人 把结婚的事情定下来 因为他们家10月2号的时候 不是搬家了嘛 然后他父母就是 也就是催着我们双方父母要见面 就是商量结婚的事情嘛 然后他也急了嘛 然后我也急了 其实他父母 不知道这事的时候 是同意你们的 对 接受你的 对 两人对这件事 是不是要说明白 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潘某觉得 如果父母知道 一定不能接受 而沈某却觉得 这事一定要说明白 他父母要圆 但然后跟我父母吃饭 那我爸妈肯定不会 瞒着我有儿子这个事情 肯定要跟他们家坦白脸 沈某觉得 第一 这件事是瞒不住的 如果瞒着 不如早让潘某父母知道 如果不同意 他可以早做准备 而他内心 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他觉得这件事上 潘某的态度 代表对他到底是不是真爱 然后我跟他说 我说 那你就不能为了我 然后跟你爸妈 拍下桌子 说一定要娶我之类的 然后他也不敢 他就是比较那种 懦弱的人吧 沈某在这件事上 第一次开始 对潘某很失望 他觉得 潘某并没有用实际行动 履行自己的承诺 他是跟我讲 他说他已经回家 跟他父母说了 然后他父母 说很反对 然后他说 他会做思想工作的 他是这样跟我讲的 但实际上他没有跟他父母讲 于是在2017年元旦之前 沈某决定把事实真相 亲口告诉潘某的父母 那么这个过程 也反映了这个女孩子 包括男孩子 就是说年纪小 冲动 不知道碰到什么事情 很处理 他认为 我套心 我就跟你讲 我把正式情况告诉你 你就会理解我 他就没想到 他这种正式的情况 可能对一般人熬眼 他是很难接受的 然后他父母就态度大转变了 就那个干事 然后让他儿子 让那个男的 不要跟什么联系 怎么讲 骂什么 是那个骗子 骂他是表子 说骗他儿子的感情 之后 潘某父母的态度 彻底发生了改变 知道两人已经偷偷结婚 更是不能接受 就自从我给他爸妈 打了电话之后 然后跟他爸妈 讲了我的情况之后 然后开始 他爸妈就每天 打电话逼他离婚 然后让他什么 家里的亲戚 然后去我家里面 潘某的父母不再出现 而是天天给潘某打电话 派亲戚来劝说 用各种办法 让潘某尽快离婚 潘某面对父母的压力 却提出了一个 让沈某再次失望的解决方法 说做个假结婚证啊 或者假离婚啊 先把他父母摆平了再说 等有老孩子 他爸妈就没什么话好讲的 这就行 潘某的态度完全不是沈某所期待的方式 因为就是他爸妈逼我们离婚的时候 他从来没有跟他妈妈讲过一句 他是因为喜欢我跟我在一块 然后都只跟他爸妈说 说就是我是因为需要一个家 他才跟我在一块 潘某对于此事的做法 更是让沈某觉得寒心 那个男的 那个男的家里逼他 逼他那个 逼那个男的跟那个谁离婚 好像那时候还还了个孩子 他对我承诺过的 他说反正结婚证都领了 已经不会分开 反正讲了很多话 对我做了承诺 没有有什么行动 具体行动来表示 沈某这时开始觉得 潘某以前的承诺 他没有能力承担 或者也不想承担 沈某那段时间想 不如真的离了算了 然后我说那就真的去离婚吧 然后那时候我是想过 有想过分开的跟他 然后他说只是假离婚而已 他说不要这样子 然后反正那时候也劝我嘛 沈某说当时知情的同事 和朋友也劝他 当断则断 然后他们都劝我 离了婚就不要在一起了 都劝过我 2017年1月10号 沈某和潘某在民政局 办理了离婚手续 我说如果离了婚之后 我说就算了吧 然后他不同意 离婚了之后呢 但是在两个人还是在一起 就还是同居在一块 更多的应该是道德层面 你比如讲就是说 你们离婚了 为什么还生活在一起呢 之前就是说 如果说从离婚的雷克起 快刀斩乱麻 那可能就是说 避免这种最坏的后果发生 离婚是双方自愿的 沈某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可以分开 那潘某的家人 应该可以安心了吧 本来到了这一步 虽然说不上是什么好的结果 他不至于结仇 好合好散嘛 大家各自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啊 沈某就对潘某痛下杀手了呢 在沈某被捕的同时 还有一个跟案子相关的人 也被捕了 那个人在里边充当了什么角色呀 他起了什么作用啊 明天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个女孩从爱走到恨 决定的因素 会是什么呢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 出租屋内惊险死亡三天的男人 是他杀还是自杀 那我们肯定第一怀疑对象 就是这个什么 我们领阵的话认识 一个半月吧 杀人背后 揭示出一段什么样的爱恨情仇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爱恨深渊